好 也有人想要在腿上刺青 但是又不敢该怎么办呢 现在出现这么一种刺青袜 相当受到欢迎 是用肤色的隐形丝袜 配上黑或红的图案 穿上去就像是腿上有刺青一般 不管是可爱动物造型 还是帅气的字母图案都很吸睛 也让原本冷门的肤色丝袜 因为加入这样的生力军 业绩提高了两成 百搭的黑色丝袜款 很多人都爱穿 但现在有更流行的 在腿上刺青的丝袜 褐色的隐形丝袜 配上黑色或红色的图案 穿起来就很像在腿上刺青 像这款藤蔓从高跟鞋 蔓延而上 是不是看起来很性感 还有这款猫咪图案 配上靴子 像不像是猫咪躲在靴子里 探出头来 say hello 从日韩开始流行的刺青袜 原本动不动一双要好几百块 但台湾商人脑筋斗得快 降低成本一双一百油爪 因此热卖 明明秋冬清洁 店家还是进了很多货 摆在店里卖 就是因为真的很受欢迎 如果是穿这一类型的衣服 会跑力 你身感没有 没有 身感好多 粉色也还没有 没有那么漂亮 嗯 我刺青袜的确是卖得比一般 丝袜好很多 好多 大概有一层到两层 对 那甚至有更多 在各种刺青袜中 人气最旺的分别是 可爱的卡通图案 帅气的字母排列 或是女生喜欢的蝴蝶结 穿起来各有风情 不过刺青袜大部分是丝袜材质 动作太粗鲁 很容易破 也有消费者反映 刺青图案洗久了会掉色 最好要跟一般的衣物分开来洗 也许耐用程度不如想象 但是穿上他走在路上 真的让人忍不住回头 多看几眼 中间新闻 学校配张凯亮 台北报道